文化部制106年補助华年政府办理 拉库拉库西流域布农族救赦溯源及重塑计划 即着手推动了流域内布农族救资调查研究工作 执行团队应用了光达图资地理资讯系统 照相测量法还有限定系统性调查等当代考古学界 仍相当吸引的技术和工法 系统布农族人进行拉库拉库西南岸的救赦调查工作 文化部从106年補助华年政府办理 拉库拉库西流域布农族救赦溯源与重塑计划 着手推动流域内布农族救赦的调查研究工作 执行团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用光达图资 地理资讯系统照相测量以及限定系统性调查等等 当代考古学家仍相信 新颖的技术跟工作方法与布农族人进行拉库拉库西 南岸的加薪克西巴南旧社调查工作 对于记录需要用到的器材上课的学员表示不担心 因为现在人手一只手机下载APP也可以有记录功能 都可以运用在未来记录老家的工具 有一些APP是可以理线的GPS系统 我觉得就是可能可以先从这边做学习 除非真的到很专业的话可能再会考虑那些器材的部分 也显见了这几年执行拉库拉库西流域布农族旧社溯源 以及重塑计划成果 初步达成文化部推动载道历史现场专案计划 核心精神 深化人民跟土地的连结 历史记忆的追寻跟载线 记者高雄上周西乡赛访报道